今次要和大家說的是新童飲食 新童飲食簡單來說 就是盡量不吃一些高糖類的食物 好像澱粉質、糖果、甚至是水果 而改變食多些菜、肉、脂肪和蛋白質的食物 好像雞蛋一樣 我現在就來分享一下我這七天的新童飲食 到底在家裡煮些什麼? 出家又有什麼選擇呢? 現在要記錄我開始新童飲食前的體重 是55.95克 大概是56kg 開始第一頓新童飲食 除了我們大家都知道的粥粉、麵飯這些澱粉之外 薯仔的澱粉質的蔬菜都不能吃 除了糖果、朱古力這些甜的食物之外 好像粟米、南瓜、番薯那些都是不能吃的 還有水果也要切 可以吃的水果呢 就只是藍莓和牛油果 很多東西要切 加油 晚餐是西芹菜心炒腰果雞肉 還有一些菜脂 早安 來到第二天的新童飲食 今早的早餐就是牛扒、露筍 還有最強效的新童食物 牛油果、番茄沙律 新童飲食要酒澱粉和酒糖 另外還要吸收很多脂肪 一般人都說吃多些肥肉 但有健康一點的方法 就是吃一些好像牛油果、露糞 這些比較健康的脂肪 來到第三天的新童早餐 今早吃中式雞腿、蛋、雞腩 第四天的早餐 三文魚、西蘭花椰菜 到第五天的早餐 雞翼和三色椒、露筍 今天假期的午餐很精彩 有洋蔥、牛肉、花椰菜 還有腰果和西芹 炒熟後再加牛油果 還有雞蛋 來到第六天的早餐 有牛油果、番茄蛋、沙甸魚 下面有少許鷹嘴豆 鷹嘴豆是營養很豐富的食物 不過要留意 因為它很重的澱粉質 所以只可以少量食用 之後還有一盆 合桃加藍莓 第六晚的晚餐正 有生菜包牛肉 還有蒜片和泡菜 還有一碗 紫菜、豆腐、番茄、蛋、花湯 最後一日 第七天的新童早餐 早餐 羊扒 還有雞蛋、牛油果、芥末沙律 最後一日的午餐 煎腿木魚 豆腐煎蛋 還有秋葵 秋葵蘸醬油果、芥末是很好吃的 過了一星期的新童飲食了 現在來看看結果 看點姐姐 看點姐姐 首先要記錄我開始新童飲食前的體重 是55.95 大概是56kg 54.1kg 即是輕了4磅 輕了4磅 輕了4磅 太好了 進行了一星期的新童飲食 最開心的位置是可以吃著感受 減了4磅 主要在肚腩的位置 因為沒有吃澱粉質和糖類 都沒有那麼累 我的體溫也有明顯的上升 新童飲食雖然有這麼多好處 但也有一些地方要注意 好像我剛開始新童的兩三天 就出現了便秘的問題 以前是每天早上都能去到廁所 但身童的時候 去廁所就比較困難 所以記得要多喝點水 和多吃點菜 另外還出現了反胃 和經常口乾 有一些人還會出現 這個叫同感冒 或者是同疹 頭痛 或者是頭暈 如果情況嚴重 記得要先停 因為新童飲食都會有一定的危險性 那就量力而為 如果真的想進行長期的新童飲食 最好也是有營養師 因為在必要的時候 要額外補充一些維他命 希望大家都有一個快樂的新童飲食 下集會和大家分享一下 新童飲食出街吃什麼好 今天的短片來到這裡已經結束了 希望你們可以給個讚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拜拜